球队 手机一直在响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喂 喂 挂 你怎么没吃啊 都凉了 刚才谁啊 你愿意给你打电话 够顽强的 你说刚才那个电话 我哪知道是谁 不是有来电显示吗 没有 你不信你看 你拿鼻子哼哼什么呀 陈娟 咱们可是正式签字画押了 我肯定会遵守合同 但你也得相信贾芒 我也没说不相信你啊 那好 我肯定的说 刚才那个电话不是李小冬打来的 行了 我没说是他呀 你呢 嘴上也别动不动就挂着李小冬李小冬的 你怎么不讲理啊 我希望你心里只有我 李小冬 李小冬 对不起啊 打扰你了 苏琴他不在家 他去外地了 进来吧 请进 是这样 苏琴的新身份证办好了 他父母发特款专地弄丢了 将来补起来麻烦 正好知道我来北京观摩演出 就托我带来了 好 等他回来我给他 进屋坐会儿吧 不用了 出租车还在等我呢 那你等我一下 我穿件外套送送你啊 你来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苏琴昨天让朋友去外地了 他不知道你要来 安文也是临时让我来的北京 我本来想在机场把东西给他 可是他的电话总是打不通 可能信号不太好吧 真不好意思啊 还麻烦你亲自送的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后天一早的飞机 你们处得还不错吧 还行 他这个人有点散漫 自由惯了 苏琴这个人就是太自我了 我刚刚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才二十四岁 也是被他身上的才气吸引 可是结婚以后 就蛮不是那么回事了 不过我们毕竟是初恋的 是 反正 他对我爱心 那祝福你们 谢谢 好 你别送了 我上车走了 那行 一路平安啊 谢谢 再见 再见 我上车走了 我上车走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了 怎么提前回来了 事情一办完 我跟大宋马上就赶回来了 这是你的新身份证 有人亲自给你送上门来了 谁啊 李小冬 什么事啊 昨天上午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他跟你是初恋 跟你好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你们俩那时候特好吧 你看 太敏感了吧 你老把事情想这么复杂 这么下去会很累 苏琴 你别忘了咱们合同是怎么写的 不许单独跟前妻见面 如果有遗留的事需要联络 必须得你在场 是这么写的吧 希望你说到做到 你放心 我会受信用 小冬 小冬 这么巧在这碰上你了 最近还好吗 还挺好的 我刚从北京回来 跟苏晴还有联系吗 很少 这次你父亲 让我帮苏晴 把她的新身份证带过去了 爸爸也真是的 这种事还麻烦你 见到她了吗 没有 她出差了 我把她身份证 交给她爱人陈娟了 你说什么 她爱人陈娟 他们都住在一起了 不会吧 家里一点不知道这事 不过我觉得 陈娟做老婆 可能比我合适吧 这俗气 家里人拿的 真是一点办法没有 是 别会打开 你那是怎么说是 过专家里有机会 一里见面了 伪录 你这个 怎么就是 又这样 好 知道是 你带我自己的 你看 其实 主持人 我叫你 我说你这纯粹是胡闹 不是法定婚姻 那能叫婚姻吗 签份合同 那能起什么作用啊 婚姻本来就是 两个人的私事 只要我跟陈娟 自己承认就行了 至于合同 那是为了能有 一定的约束力 也是为了保障 彼此的自由 那合同到期 如果不能继续过下去 就及时解约 如果能继续过下去呢 那就续签 苏琪 婚姻感情这种事 绝不是签章合同 这么简单 如果双方有感情 用不着合同来约束 没有感情要分手 就是合同也约束不了 你看着吧 你就这么下去 早晚会出现问题的 喂 签了个合同 婚姻能签合同吗 这又不是做买卖 开什么玩笑 听她的意思 算是彼此的一种承诺吧 妈 您没事吧 苏琴这孩子最不安生 花样怎么这么多呀 今后她管什么用 他们要真好 那就结婚 她这么做 传出去也不好啊 您招什么急呀 直到这样就不跟您说了 我听说你又去了北京 是啊 团里派我去光蒙演出了 又见到苏琴了吧 小冬啊 我是真弄不明白的 你明明知道苏琴已经有人了 干吗还要坚持 你傻不傻呀 现在后悔了 你呀 你干吗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谁说我要吊死啊 我要好好地活着 好 我知道我的比喻可能不太恰的 你可能不爱听 但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先走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再次请来了 婚姻问题专家王教授 王教授 你好 你好 苏琴 随着社会的开放 人们的婚姻价值观也趋于多元化 传统的婚姻价值观呢 也面临了新的考验 的确是这样 如今一些年轻人呢 喜欢标新立异 于是呢就尝试着五花八门的婚姻 一种是啊 同居而不结婚 一种呢 是周末夫妻 还有一种啊 还有一种啊 叫做试婚 最近我听说一些年轻人还搞出什么合同婚姻 王教授对此有何感官 西方呢有个人类学家 早就有个阶段性婚姻的构想 他认为呢 人的一生要经历若干次婚姻 每次婚姻呢都根据男女双方的意愿来签订一个期限合同 来规定呢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以保持婚姻的新鲜感 不过我还是认为啊 婚姻应该以感情来维系 而不是靠一纸合同 我们正式通知你 远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你丈夫的双腿面临着残疾 有可能站不起来 当然通过锻炼也不排除可以脱离轮椅 用双方行进 希望你能够坚强面对这个现实 师傅 你怎么了 没事 我一晚上没睡好 有点困 你肯定有什么心事 你跟我说说 没准我能帮得上你的忙吗 这事你帮不了我 钱上的事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你不是炒股挣了一笔钱的吗 你打听那么多干什么呀 我的事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师傅 你到底遇见什么难事了 我欠了笔账 得赶快挣钱还上 多少钱啊 三万 三万 你别急 我有办法 上车跟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 前两天啊 我拉了一个客人 他问我愿不愿意去做模特 说工资按小时计算 一小时人民币两百 一天工作三到四个小时 我当时还真有点动心了 想跟您商量商量的 师傅 要不然你去试试 要是按四个小时算的话 一天能挣八百块钱呢 你怎么不去 一开始我以为是时装模特 结果一打听人体模特 我觉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师傅 你是不是生气了 你有地址和电话吗 有啊 拿来 你先回去吧 哦 小伙子 你有多高得重啊 一米八五 七十八公斤 可是自愿来做模特的 你可要心理准备哦 其实也没什么 没有良好的这个身材 想问艺术先生还不可能呢 所以说你应该感到骄傲 你出什么劲啊 每节课二百 每晚三至四节课 白天呢你还可以照常工作 这可是一笔不错的收入哦 这价钱咱们能不能再商量一下啊 价钱嘛不能变 想干呢你就干 不干呢就算了 你等等 我只有一个要求 能戴墨镜吗 那好 一会儿把合同签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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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成了 后悔了 我前妻曾经问过一句话 什么事最让我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 就是在公共澡堂碰见熟人或者老师 为什么呀 不知道 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没法躲 要是这样那就算了 晚了 额同都签了 给 那你就一闭眼忍了吧 反正他们也不认识你 是 是啊 一晚上八百 十天就是八千 只能这么想吧 来小吴坐这儿 坐到上面去 手放在这儿 好 眼睛盯着一个点 保持这个姿势 好 半小时休息一次 把睡衣脱掉 我们现在开始 就算了 了 这儿 这儿 是 我们这是一个长期作业 所以说我们要慢慢地深入进去 听众朋友 又到了心灵支撑的节目时间了 我是主持人苏敏 一位听众朋友在网络里我们留言 他说 以前以为只有女人才怕黑 离婚以后发现 其实男人在过头的时候竟然一样怕黑 惧怕夜晚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就特别渴望有人陪伴 不想一个人望着夜的漆黑 不想一个人铁食身心地疲惫 喂 你总算愿意接电话了是吧 这几天你干吗去了 开车 我跑了个长途 累坏了 你不是过得挺悠哉悠哉的吗 怎么突然变得勤快起来了 我才不相信呢 除了开车我还能干吗呀 你过来一趟 我有话跟你说 我还好 我还不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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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肯定是 过来的 你还不肯定是 你还不肯定是 你吓我一跳 你还吓我一跳呢 你这么晚了又去哪儿了 您干嘛老管着我呀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楼上那女人多复杂呀 你不是不知道吧 她家老公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 这车祸的案子还没结 又怀一场命案了 你就不怕被牵连呢 小吴啊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行了 李阿姨 您什么都别说了 但愿她老公早点醒过来 就都清楚了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过来 我就不能耽误一会儿了 这么晚了你还做饭啊 明天我要去医院 医生希望我给刘立栋 熬点皮蛋瘦肉粥 她好点了吗 能说话了吗 只能说有所好转 可是脑子还不太清楚 会好的 可好了也是残废 只要脑子能恢复 车祸的事情就能说清楚了 但愿吧 我现在真的快撑不住了 我一见到警察我就心里发怵 你怕什么呀 你又没做什么 可脑子是人家的 人家不这么想 他们认为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可是这件事就是很简单啊 你别跟我谈这件事了 这事你也帮不了我 你不能走 这些天 你都干什么去了 你有什么权去问我这个 你是我什么人 我喜欢你 我现在需要你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对我无动于衷 你难道是 我看见你我就紧张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别问我为什么 我求你了 compassion 你没有低你是我 她但是你也不会 我会让你 你 这 侍 粉痕 你不想让我 考虑好了 考虑什么 请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感情纠葛我们能够理解 我们想要再了解一下具体问题 比如说 你们是同床还是分床 性生活和谐吗 我拒绝回答 当然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别误会啊 我们可没有什么好奇心 别看我年轻 可我也是结了婚的人了 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个案子尽快地破了 你们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我丈夫正在做最后一次手术 有可能就终身残疾了 我今后就要守着一个 失去生活能力的男人度过残生 这就是现实 对不起啊 请你冷静 要想开点 我们改天再来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想把这个案子的阻挡 我心里有什么事 我现在有什么事 我心里有什么事 才是在这些事 这些案子里面有什么事 是什么事 志童 你回来了 我刚接到台里电话 马上赶过去 月月在家呢 你晚上就别安排别的事了 这孩子太让人不放心 行 你去忙去吧 我在家陪着他 我走了啊 我说是你啊 上车吧 我去台里 刚才跟你说话那人我可认识了 你怎么会认识他呢 他是我徒弟认的舅舅 更准确地说 是亲生父亲 你认错人了吧 那怎么可能呢 但是到现在啊 他还没认呢 我去那里 我是 有迪到 一点 你 Sai 帅 老师傅 来了 强总 你舅舅是不是住在西湖小区啊 是啊 那我今天见到他了 没说什么吗 没有 师傅 去屋里桥 上来吧 老师 您好 欢迎训练本车 现在开始专程为你服务 请您多多合作 师傅 开出桌挺辛苦的吧 还可以 习惯了 天天待在这里 都觉得闷了 不闷 你这人真没劲 关心里都听不出来 还有多远啊 就前面到了 五十九 有 这么贵啊 你这表 是不是有问题啊 怎么会啊 怎么不会啊 干你们这行 闷人宰客 多的是 你别走啊 你要是不相信啊 可以记下我的车号 就投诉我呀 哥哥 你挺帅的嘛 我待会儿还得拉活呢 你赶紧把车费给我 你没带钱 小姐 我挣这份钱不容易啊 你别耍赖啊 谁耍赖了 东西你看 你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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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搜啊 你干嘛呀 赶紧把钱给我 我真没带钱 你干什么呢 干嘛 扫流氓呢 谁扫流氓 他还扫流氓 想你欺负我 你不说 你不帮忙啊 你不相信啊 听我说呀 听我说呀 兄弟 偷点钱吧 给我谈免费 要么你小子 今儿走不了了 你上哪 你们俩就打他 你们给我打呀 你们起来呀 打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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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起来呀 你们这来个笨蛋 你这么久 你什么 你这么久 一人都死了 我 你这样一人都死了 要么我 变得到 你 你救人 你救人 你 guidance 你救过 我 喂 那位 我 强子 出事了 出什么事 刚才不小心捉了个人 强子 你先别慌了 赶紧把人家送到医院去 记住了 到市立医院的急诊室 我们在那儿见面 师父 师父 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爸 你要出去啊 爸有点急事出去一下 你在家好好练琴 待会儿你妈就回来 老师父 你忍着点啊 前面不远就是医院了 哎呦 啊 哎 弹子我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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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教育教育这孩子 他是你儿子吗 啊 这车开这么快 不要命了 哎呦 疼死我咯 老师父啊 你安静点 这样对伤没好处啊 哎呦 疼死我了 叫警察来 好好发发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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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下车开没有 不小心呢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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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妈 妈 我一直在提醒你注意安全 干吗要把车开得这么快 今天幸好没出人命 行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当次教训 你赶紧到交通队去做笔录 妈 你看那好像是我爸 我在这儿盯着看看怎么处理 那好吧 爸 爸 您怎么在这儿啊 月月 你这是怎么了 我被开水烫着了 严重吗 你还好意思问 刚才跟你说话那人是谁 妈 刚才那人 好像是上次给我送书包那师傅 小明 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不想听你说话 小明 我跟你解释 是这样的 上次 小明 我们来说 过这儿 也认为 我 妈 电话 小绵 你们怎么把月月的 手烫成这样啊 您去问志同去 这事不怪伯伯 大人说好 那小孩少插嘴 干嘛发这么大的贫气啊 有什么用 孩子手已经烫了 白哥 我痛 小丫头 坚强点 过两天就好了 妈 我和月月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那你就带月爷上楼休息吧 老苏 我觉得小敏和志同有些问题 他们俩吵了好几次了 这样可不好啊 是不是志同的工作压力大 小敏又长期上夜班 太辛苦 还得照顾月月 恰恰有本难念的经了 恰恰有本难念的经了 不许 听后处理吧 舅 让你为我忙活了一夜 真是对不起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 这种事偏偏让我给赶上了 不说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面对 以后开车千万要注意 精力一定要集中 我知道了 舅 你去忙吧 剩下的事我去处理 来了 来喽 妈 你来了 月月的手怎么样 昨天晚上疼得一夜都没睡 怎么回事啊 把孩子的手烫成这样 多影响孩子复习啊 昨天晚上有点急事 没想到就 志同 爸 我看你们教育孩子有问题啊 太教官了 月月明年就要考大学了 那倒个开水居然就把手给烫伤了 这生风能力太差了 爸 这个事都怪我 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太忙了 是 报纸刚刚改了版 所以 工作再忙 你也得兼顾这家事 不是 光靠小米一个人 他哪忙得过来啊 爸爸 月月 手还疼吗 今天好点了 月月 月月 以后你要多学着做家务 提高你的生活能力 啊 外公 我会注意的 你妈妈呢 妈妈回去了 回去了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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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